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唇膏特技 我目前手头上几乎所有的唇膏 我今天都会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是把它们分成了两类 一类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利用率非常的高 非常值得推荐的 还有一类就是我没有那么喜欢 但是我觉得也值得拿出来讲一讲的 刚刚数了一下 这些唇膏加起来一共是有22支 我非常推荐的一共有10支 今天所有的唇膏我都会给大家做我嘴巴和手臂上的试色 但是我的相机因为是卡片机 不是那种高清的相机 所以说我不知道试色会不会有色差 我希望不会有 那这个后期我也是不会加任何的滤镜 然后我现在也是用自然光在拍摄 如果大家在看视频的过程中发现 视频的试色可能跟你自己不一样的话 也欢迎你们在弹幕里面告诉大家 对于后面来看的观众也是一个参考 那在视频开始之前呢 先跟大家讲一下我自己个人的一些肤矿和我喜欢的唇色 黄1.5白吧 我觉得我肤色还是属于偏黄的 我现在回国之后好像有变白那么一些些 但是因为我以前也经历过就是晒的比较黑的肤色 所以说我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唇膏呢 都是黄皮试用 而且非常显白的颜色 那以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来说呢 我是觉得越深的唇色其实是越适合黄皮的 浅的那些比如说裸色系啊 或者是很粉嫩的那种颜色 我觉得反而是会显黑 所以说我自己个人比较偏爱的唇膏的颜色呢 是以红棕色啊砖红色啊这一类色调为主 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我觉得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来说应该还是挺众好的 好那我们就现在开始试色吧 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Sephora自营品牌的这个唇釉 还蛮多人推荐过它的 我的这个色号呢是25号色 就是我现在嘴巴上的这个颜色 这个唇釉呢是我发小从澳大利亚给我带回来的 他说他当时逛街看到这个颜色就觉得我一定会喜欢 我只能说他才了解我了 这个唇釉应该算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我最喜欢的唇釉的Top 3 首先它上嘴唇呢是非常轻薄的 它有点像那种水状的质地 然后显色度就是一笔成型 我嘴巴抿一抿 用手指涂匀 就是一个非常饱和的颜色 如果你在寻找一个不那么贵 但是显色度啊各种使用感都非常好的话 我非常推荐这支唇釉 如果你关注我非常非常 很久的话那你应该知道这支唇膏 这支是我在英国的时候就开始用 Meshbox的Outloud 他家这个系列的唇釉我是买了两支 一个是Outloud还有一个是Driver's seat 然后那个颜色呢我也非常非常喜欢 但是我之前好像把它不知道挣到哪里去 然后盖子没有盖好 它里面就干掉了 但是如果在这两个颜色里面选出我最爱的一支的话 一定是这个Outloud 首先呢它是一个这种砖红色 比起上一支Suflana 25号呢 这一支明显是更偏橘调一点 它也是非常非常显白的一个颜色 橘色的口红其实是不那么显白 比较显黑的 但是它这个呢就是橘色跟红色混合的非常的好 上嘴的质地呢也是非常的舒服的 而且它的持久度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我觉得这支唇膏就是什么颜色的皮图都好看 第三支唇膏呢是我最近的一个新欢 就是Colourpop的这个Ariba 这支唇膏呢我之前观望了很久 因为它跟我自己特别喜欢的色系 其实是有一点点偏差的 是一个带一点点蓝调的正红色 结果发现这个颜色特别显白 它的质地呢其实是跟Vora的这一支有点像的 它们的质地都是偏水状的那种 但是这个呢要更素干一些 它上脸就是一个完全的雾面哑光的一个妆感 它涂上嘴之后 你的嘴唇就会成为你整个妆容的一个重心 你们现在看着我讲话 是不是觉得眼神就锁定在我的嘴巴上 无法移开的那种感觉 它就是那么的吸睛 我觉得它真的是一支黄皮可以入的唇膏 它不会给你一种攻击性很强 它反而是一种很复古很有女人味的感觉 很哑光 然后完全不会转映的那种 这支我也是超级喜欢 第四支呢是3CE的这支雅光唇釉 这个唇釉呢我也是才收到不久 也是我同事去韩国的时候帮我戴的 色号是Tone 我在628的时候其实想再在他家买多几支这个雅光唇釉 但是我想要的色号都断货了 所以说我就没有买成 首先它这个唇釉的质地呢是有点偏慕斯感的 它虽然会散在你的嘴上 但是它不是那种会完全干掉的那种 它还是有一种软绵绵的那种慕斯质地的感觉 而且这种慕斯质地就很适合你做那种咬唇妆 如果你不喜欢像我这种涂得这么红的话 你可以在嘴唇的中间点一点 然后用手指把它拍开就会有那种渐变的效果 这个颜色呢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红棕色了 我觉得是任何皮肤都适用的那种完全不会出错 第五支成膏呢是这个Physicians Formula的枸杞红 这支成膏我也在我之前的视频里面分享过好多次了 那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就是这个颜色 很特别红色 但是好像又带了那么一点点棕调 但是只有一点点 所以说你看的时候其实看不太出来 我有同事他比我的肤色大概在深一个色号 我觉得这个颜色在他嘴上也很好看 所以说这个是对黄皮非常友好的一个颜色 但是它在质地上面呢就没有前几款那么好 涂上之后是会把它抿开嘛 那抿开的过程中它其实也是有点不均匀的 还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涂上嘴之后 比如说你吃完饭补擦的时候呢 它是有点容易结块的 我觉得它质地不是属于特别特别好的那种 但是我觉得它的颜色是非常不错的 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推荐入手的 第六支唇釉呢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质地 如果你关注我比较久的话应该知道 我自己是很喜欢涂亚光唇膏的 所以这种亮晶晶的唇釉呢 在我的嘴巴上面是比较少见的 这支呢是Bare Minerals Gen Nude系列的Type这个色号 它是那种亮晶晶的 然后是很黏的质地 如果是刮风的天气 然后你头发被吹到这个嘴巴上来肯定是会黏头发的 喝水啊然后吃东西啊一定都是会沾杯的 然后非常非常容易脱妆 它脱妆以后不仅整个颜色会掉 而且它这个光泽感就会不再 所以说这是这个质地不可避免的一些缺点吧 它的优点呢显而易见就是这个颜色 它是一个那种土棕色 它不像很多的那种裸棕色或者是土色调 会让人整个人显得很气色不好 它这个光泽感就别人看到你以后会觉得你的嘴唇的状态特别好 特别juicy的那种感觉 这只唇膏我并没有那么经常用 因为我觉得涂胎的话就需要一直补涂 然后我又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在外面补妆的人 但是这个颜色太好看了 唇用的部分呢就讲完了 接下来是几只唇膏 第一只呢是我2月份的时候去台湾的时候买的 它是美宝莲的这个888 它是一个这种水红色 这个膏体涂上去呢 你可以看到嘴唇上还是有那种就是微微的光泽感 所以说它对你的唇纹是有一定的修饰作用的 我一般涂水红色都很显黑 但是这一只我觉得是不会的 很有亲和力很温柔的那种颜色 持久度我觉得算是比较好的 它没有那么容易掉 你喝水啊或者吃东西 它基本的颜色其实都还是会在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只唇膏还是不错的 接下来一只呢也是我自己典型会 非常非常喜欢的颜色 就是这种红棕色 它是Colourpop的Gallop 首先我喜欢它是因为这个包装 你们看一下这个包装也太好看了吧 差不多的价格 你看一下Colourpop的包装和美宝莲的包装 Colourpop是这种金属管身的 非常有质感的 在手里沉甸甸的 而且它上面还有做这种小星星的这种压纹 那美宝莲呢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这种塑料 亚克力材质的这种盒 也很容易摔坏 相比之下Colourpop真的赢很多 它的膏体上面也是有这种小星星的压纹的 就整个非常的精致 你拿出去别人完全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五十几块钱的东西 其次呢就是它的这个颜色 就是很显白 然后它是比较浓郁的那种红棕色 棕色调是比较明显的 颜色是属于比较深的那种 所以说我一般涂它我不会划着擦 我会一点一点的拍上去点涂 这样就是一个比较日常一点 比较好接近的一个棕色 这个唇膏呢其实也是不属于那种非常哑光的质地 它上嘴还是有一点那种光泽感的 但是它的持久度也是非常非常好 而且它在嘴上不会有那种很干很拔干的感觉 所以说这只唇膏我非常的推荐 那我最爱的唇膏里面没有MAC是不完整的 所以说今天第九支唇膏呢 就是MAC的这一支Mari Cash 那这支唇膏也算是网红色的嘛 我当时好像找了很久才买到它 网上大家都说它跟Chili很像 我觉得Chili有点太橘了 那这个颜色呢就是更偏红棕掉一点 但它其实也有那么一点点的砖红色在里面 这个质地呢也是那种哑光的质地 比Colourpop的这一款要更干一些 所以说我也是这样点涂上妆的 刚涂上去的话可能还好 像我现在刚涂上去就完全不会觉得干啊 或者不舒服 但是你一整天下来 你的嘴巴真的会很干很干 如果你的嘴巴状况不是特别好 比如说你上面有死皮啊 或者是唇纹很深的话 那一整天下来肯定是会卡纹的 所以说我觉得MAC的这个唇膏 并不是所有唇部状态的人都适合 我用完它的唇膏之后 我一定会厚厚的敷一层唇膜 那我自己在用的唇膜就是兰芝的那个 我之前给大家推荐过 那个真的是我的真爱 我已经回购过三次了吧好像 所以说我觉得用它还OK 但是它真的很干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定 那我最喜欢的唇膏里面的最后一支呢 就是Wet and Wild的这一支 P534B 这支唇膏呢是我看KT推荐的 我先说它的优点吧 它的颜色也是非常显白的那一种 然后它相比于刚刚那支MAC来说呢 就更多了一点棕调 有点那种摩卡色的感觉 它的膏体呢也不是那种特别干的那种 说实话我觉得今天我讲的这十支唇膏里面 最干的就是MAC了 我现在来讲一下它的缺点好了 首先这个包装真的很没质感 我之前也有吐槽过这个唇膏的包装 它里面这个膏体是会晃动的 很怕它会掉出来 很不牢固的感觉 因为它这个膏体会晃动 所以我觉得不太好涂 那我一弯涂它 我会用手指战取了之后 然后再往嘴巴上面涂 这样整个颜色也不会太深 这个唇膏你们可以看到 我其实没有用多少 都还挺新的 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个颜色 也不是因为它质地盐包装什么的 我觉得这支唇膏的颜色 是更适合秋冬一些 所以说我最近的话是没有怎么用它 但是我觉得如果到了秋冬季节的话 它的利用率应该会很高 接下来呢 就是我没那么推荐的唇膏 但是也觉得很值得拿出来跟大家讲的 第一支呢 就是MAC的色号是Taupe 它也是哑光质地的 这个唇膏我之前在英国的时候 非常非常非常的爱涂 但是我回国之后呢 就没有那么经常用到它 主要是因为 首先第一个是它这个颜色 它的颜色其实比较偏裸棕色 其实我自己个人是不适合涂裸色唇膏的 涂上之后就显得整个人非常没有气色 就感觉病泱泱的那种 这一支唇膏是我觉得裸色掉唇膏里面涂上去 会显得你整个人很有气质 非常的日常 你擦去上学啊 通勤啊都没有问题 但是呢 这个颜色就有一点不上镜 就是尤其是你拍照片的话 像这种比较暗一点的颜色呢 就是没有那种红棕色啊 砖红色来的好看 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办公室的那个光线 真的是死亡打光 然后我每次擦这种裸色的唇膏 我一照镜子就显得整个人特别的辣黄 但是并不妨碍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看的颜色 第二支呢 同样还是来自Mac的选手 这一支是Paramount 它的这个颜色其实也挺好看的 红棕色 但是它的棕调就是非常非常的重 别人看到你可能就觉得 有点不太好惹的那种颜色 相对来说没那么日常 而且我现在还是薄图哦 这颜色都已经很深了 那你可以想象它厚涂的样子 它的话可能也比较适合秋冬季节一些 前面那支唇膏是因为太深我不喜欢 但这支唇膏呢 就是因为它的颜色太粉 我觉得黄皮就是不要买粉色的唇膏 这支呢是Colourpop的Ultra Blotted Lip 色号是Doozy 然后这个唇膏也是它家这个系列 比较火的一个颜色吧 它是那种很轻薄很轻薄 所以说你看我现在这个颜色涂了两遍 你还是觉得它不会那么的浓郁 那么饱和 其实还能看到我自己的一点点 唇色透出来的那种 它虽然轻薄 但它很持久哦 完全补掉 接下来一支呢 是欧莱雅的这个小棕皮系列 这支唇膏呢 是我跟美宝莲的那个巴巴巴 一起在台湾买的 当时我还找了很多家去城市和康市美才找到这个色号 当时我是在手上试色嘛 然后觉得这个颜色就是写着我的名字 你知道吗 非常非常的好看的一个红棕色 它还是有一点点光泽在的 不会完全的set在你的嘴巴上 所以说你在讲话呀 还有你在明嘴巴的时候 它会在你的嘴巴上面移动 近看的话其实是会有一点颜色不均的现象 所以说这个质地呢我没有特别的喜欢 但是这个颜色我觉得是可以买 很典型的那种显白的颜色 接下来一支唇膏呢 是我买了很久 但是从来没有跟大家推荐过 也从来没有跟大家分享过的一支唇膏 这个是ELF的一个唇油 我都不知道这个唇油现在还有没有卖 它的优点可能就是唇部状态看起来很好 仔细去看我的嘴巴的话 它会觉得那个唇纹淡了很多 它会给你嘴巴那种亮晶晶的感觉 但是你看这种浅色的唇膏是不是就很显黑 暗了一个色号的感觉 叠擦在亚光唇膏上的话 我就觉得没必要啊 因为我自己还蛮喜欢那种亚光的妆感的 亚光唇釉界的鼻祖 它是这个Cat Von D的亚光唇釉 它家这个亚光唇釉呢 我一共买了两支 一个是Lolita 2还有一个是Double Dare 我觉得现在好像都没有什么人在讲 它家这个亚光唇釉了 当年是多么的火啊 现在的话我其实基本都不怎么用到这两支唇釉了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其实我今天涂的话 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是挺好看的 它是有一点点带橘棕调的感觉 刚涂上的时候我觉得是有点荧光色的 变亚光之后就变得多了一点点那种棕调 反正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它的缺点是它有点沾嘴吧 我这段时间应该要多用一下它 这个颜色其实还挺好看的 第二支呢就是Cat Von D的这个Double Dare 然后这个呢是我的第二支Double Dare 我的第一支Double Dare 是我当年在英国还是法国的时候买的 我带来广州之后就弄丢了 然后我特意让我的朋友又帮我带了一支全新的回来 结果再涂上它就再也不是当初的那种感觉了 你知道吗 现在看它就是一个荧光粉色 不懂我当时为什么那么喜欢它 这应该是我唯一一支买过两次的唇膏 怎么变成这个颜色了 我觉得对于黄皮来说是个雷 能不买就尽量别买 接下来这一支呢也是一个网红唇膏吧 它是NARS的这个Audacious Lipstick 色号是Jane 这个颜色有一点那种珊瑚调 然后偏橘色 看也是能看 但就没有涂在白皮博主的脸上那么好看 那NARS的这个唇膏我觉得质地还是挺不错的 奶油质地 我觉得如果我买深一点的色号的话 我应该会很喜欢 虽然我嘴上说的没有很好看 我也用了蛮多的 好奇怪 其实我并没有经常用它 接下来呢是两支Alpha的唇膏 它家的这个唇膏呢质地我觉得算比较特别的 它有点像膏状的那种感觉 它的那个显色度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然后这个颜色呢也是我非常爱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它是那种太妃奶糖色 但是我最近没有经常涂它的原因给你们看一下 我觉得它这个刷头有点掉毛 就是这个刷头被我越用越凸越用越凸 不过我这个是他们这个老包装 我不知道新包装是不是它这个刷头和这个管身的质量会好一点 看到它我就觉得不想用 不过除此之外的话 Americano这个颜色我自己还是很喜欢的 而且它家唇又有一股那种巧克力糖的味道嘛 反正就是一种甜甜的可以吃的东西的那种味道 我另外一支Alpha的唇油的色号呢就是Kathleen Lise的合作款 叫做Miami Fever 我也是收到它之后大概只用了两次吧 很少用到它 因为我觉得它对于我的喜好来说有点太橘了 我自己个人还是蛮少画橘色系的眼妆啊 腮红啊之类的 相比较之下的话我喜欢这个Out Loud很多 因为Out Loud的话红色调更重一点 本次视频的最后两支橙膏呢是NYX的这个哑光唇釉 我嘴上的这个色号呢是17号色 我觉得叫做Seduction裸棕色 同样是因为我们办公室的那种死亡打光 所以说我每次涂上它都会觉得很没气色 但其实你真人看还好在相机里应该也还OK吧 就不会说特别显白但 白 不会说特别显白但是也不会说至于特别没气色 它加唇油还有一个缺点你们刚刚应该也看出来 就是它非常的碾嘴巴 你看 所以说最近没有经常用到它 最后一个颜色呢就是NYX的laundry系列的12号色 它加这个系列最火的一个颜色 偏豆沙色一点的很显气色 然后也很日常的一个颜色 还挺好看的 但是就是黏嘴巴黏嘴巴黏嘴巴 以上呢差不多就是我这次唇膏合集的所有内容啦 已经拍了两个半小时了 如果你心疼我的嘴巴的话就给我投个B 收个藏点个赞那这次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